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距离DSE 2014年的考试 还有三或几月的时间 你准备好了吗? 要在DSE文科内 四科内全都拿到五星星的成绩 讲求的除了实力之外 还有策略和技巧 在未来十二堂的Intensive课程 我会将一些由我和学生 在第一、二届DSE 已经真身验证过 真实用的技巧教给大家 例如在Paper 1 Reading卷内 我会教大家一些分析各类题目的方法 无求让大家一写 就写到一些Marker会比分的答案 至于在Paper 2 Writing方面 我会和大家分析过去页本的题目 教大家各种页本题型 格式、思维方法、生字和巨扣 至于在Paper 3 Listening 里面 除了教大家准确地作下 你要作下的Notes 之外 我会教大家法而准地 如何继续你的答案 放到Answer Book 里面 至于在Paper 4 Speaking 方面 同学最怕见到的美女 就是见到一些不说话的考生 或者很多说话的考生的时候 你的应对方法 所以我会教大家 应对各种不同情况之下 你所需要的技巧和思维方法 至于在Grammar 方面 为了能够大大地提升 在最短时间之内提升你的Grammar 实力 我除了准备了大量的 CE 和 A Level 的Grammar 练习之外 我还特别为大家赞写了一套 针对现在考生 Common Meet 6 的一套Proofing 练习 我相信在做完这套Proofing 练习之外 你能够很快地提升到你的Grammar 的技巧 各位同学 DSE的英文科 绝对是你入大学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科目 你需要一位有实力 有往迹 有临场经验的名师 帮你克服这个难关 我很有信心 经过这12堂之后 除了你学到一切所有的技巧 和思维方式之外 最重要是你有更大的信心 去克服这个考试 各位同学 在课室见